戰爭通膨影響 全球貨運原物料價格跟著飆漲 今年恐怕是50年以來 最嚴重的一次糧食危機 農委會預告還有東西要漲 玉米價格在3月 是每公斤10塊多 我們已經確認8月進來的 玉米會是13塊多 你看又再漲30% 那你玉米一漲 飼料就漲 豬肉 雞肉必須漲 農委會主委預告8月 雞肉 豬肉都要漲 民眾大喊吃不消 真的是沒有辦法負荷 希望是不要漲 再漲的話你看吸水都沒漲 物價都一直漲 叫人民不要吃飯了 那麼你預告4個月後鐵釘漲 然後你這個官做了啥 更狂酸 沒面你叫我吃飯 之後豬肌要漲 你該不會叫我改吃牛鴨吧 給你一個預告 然後就準備叫你粉死的意思 你事先預告了 那有些人都剉了鴨蛋 喜歡吃肉的人 我是不是到時候 什麼我都沒辦法吃 這一黨也大罵 只會預告卻沒有提出相關配套 之前就是沒有蛋 陳其中就是3月蛋會來 那現在就來了嗎 現在不然蛋不來 雞也沒有了 你搞什麼鬼啊 問題很大啊 就是你整個的調控 到底要搞什麼吧 到時候絕對不會只有 雞肉跟豬肉漲 你所有的民生物資 通通都要飆漲 告訴你說會沒有蛋 沒有雞 你有在聽他們講話嗎 尤其今年痛苦指數 恐破6% 創下近10年新高 通膨更吃掉薪資漲幅 實質薪資落入負成長 年減0.16% 當物價拼命標 就怕大官拿不出對策 只會講風兩話 記者牛承林佩潔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文化 文化